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周我们谈谈千的字 千就是微显的显,右边的身旁 显的步手是左耳旁 我们一般说的左耳旁其实是腹 也就是过步新娘的步,右边的偏旁 这个步手我们以前谈过 印象中甲骨文腹像一层一层的台阶 腹的本意是不太高的土山或阶梯 因为腹的古字形像阶梯或像阶梯那样有起伏的山 后来演变为山丘的意思 凡是从腹的字大都跟山或阶梯有关,正确 但是显为什么用这个步手呢? 因为是高山所以危险吗? 显字从腹就表示与地势有关 显的本意是地势高低悬殊,难以通过 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四版 也注视显指地势显峻,难以通过 比如显风、显滩 当然也可以指显要的地网 还表示危险或危险的情况境地 还有一层含义,很毒 譬如阴险,险诈 险也可以做副词,险些 例如险遭不测,就是险些遭遇不测 也就是差点遭遇不测,幸好躲过了 含迁,独险的,还有带帆犬旁的险 带帆犬旁,这种动物? 确实,险是长嘴猎狗 险和陨还构成险陨一词 陨左边是帆犬旁,右边是陨诺的陨 险陨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 周代称贤允,战国以后则称为匈奴 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贤允不是匈奴 是古代枪族 哇,要认真研究那得下一番功夫 我们知道那是中国古代一个民族的名称 就够了吧 好,我们接着谈含迁的字 这个,带草字头,读第一声,仙 带草字头,那肯定是植物了 是的,西仙 西,左边是使,也就是猪 右边是希望的西 西仙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经上有灰白色的毛 叶子对生,花是黄色的 全草可以做药材 一年生是指从种子发芽 生长,开花,结果到枯萎死亡 寿命只有一到两年左右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一段时间 实惠 我们可以做到 可 你们可以做到 这个确认